哈喽大家好啊 我是表弟 然后我有给大家来录制这个民间大神的第一视角了 这把是我自己打的 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玩剑圣 就是 这是在台府录的 这个 国府因为剑圣老是被扮 就是拿不到位置 就来这个台府 这是一个黄金段位的 来给大家录一把 然后就是 说说我自己 我是那个山东德州的 德州有名的就是那个爬鸡 别的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有名的 想吃的大家可以在那个视频下方留言 然后留下你的Q号 我会加你 然后给你给 发两只 给抽两个幸运观众吧 发两只 然后就是说 介绍一下健胜这个英雄 健胜这个被动 他就双重打击 连续攻击四下 就会有一个砍两刀的那么一个被动 然后Q技能是阿尔法突袭 台府叫先生夺人 也是比较厉害 台府这个名字 就是说他可以Q四个 Q四个目标 就是一次性Q四个目标 然后进入一个无法被选定的状态 这个就是一个健胜的最 最主要的一个技能了 就是他可以夺一些关键性的技能 比如四哥的大 比如什么拉克斯的Q Q过来说你瞬间那个Q就躲了 我这把选择了 先选择偷他这个红啊 对面是卫打 也卫肯定是红开的 那个下面蓝开的 W就是那个冥想 冥想就是点满了之后 可以就是最高减免70%的伤害 是挺厉害的 冥想这个技能 E是一个真实伤害 大招就是一个加移速 加攻速 免疫减速的这么一个状态吧 我这把带的是虚落 虚落就是看那个国服 玩建设的一个大神叫怒江 跟他那个套路学的 感觉单条的话 用这个技能是挺不错的 看一下中路这边有没有机会 所以剑胜其实前期 可以多帮队友带一下节奏 然后这边也是 泰达米尔 也是我满大哥 叫我去多绑下他 我先看一下 上路是个老恶鱼 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击杀掉 估计是可以击杀 我满大哥带的也是虚落 我们两个双虚落 他交闪现也没有 满大哥留着一个E 这人头还是给他吧 我现在去收下自己的蓝buff 对面的那个 魏达野 魏达野他肯定会前期会 亲了我野区的 所以就是 我现在手上有虚落在 我也是不是太虚他 看到他来了 我就是 现在看一下中路过过来 中路是有点往这边走的意思 他这边他也走了 然后我继续回来打这个 我刚好把这三只怪都引到这个草里来了 然后他就会感觉到这个蓝已经被我打完了 其实并没有 我还在这里打 所以说大家就是如果说碰见一些对面比较强势的打野的话 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 然后现在打完蓝就回家 我们上路是蛮王打那个鳄鱼 刚帮他拿完那个手杀 就是一血 基本上他 就是上路的话 现在就是已经有优势了 看一下拿完这个再去帮他反断一波 看能不能再搞点什么事情 因为我手上还是有虚落的 有虚落在 虚落这个技能就是减移速 减护甲 减魔抗的 还减攻击力 虚落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挺强的 看一下这个他能不能跟 能不能把这个鳄鱼给诱惑过来 如果诱惑过来的话 这个鳄鱼是绝对可以杀的 他没有闪现 刚才 刚才一级干客的时候 不是我二级干客的时候 把他闪现打出来了 看一下这个鳄鱼 鳄鱼还在往前走 他现在已经进入他死 他叫E了 他现在有 他虽然有二段E 但是马尔大哥叫了一个机 我这边还有一个虚落 一个Q 拿掉人头 大家注意我现在是没开E的 现在在开E 我打出这个双刀被动来之后 开E 然后一个Q 应该能收掉人头 乃斯 收掉这个双刹 基本上他们上野就炸了 然后我们中路是凤凰打的一个男刀 凤凰可能会被压一点 因为凤凰 他毕竟是需要一个发育的 他不是说像太龙这样 就是爆发这么高 他需要一个发育 回家我直接来一个蓝色的成绩 再来一把短剑 然后鞋子现在也是300块钱 刚好可以买就买了 其实健胜出鞋子 移速会非常快 然后收下自己的健胜天生 移速就快 就是去收下自己的哄 下路是男枪 情女打对面的布隆加VN 布隆加VN 其实我感觉这个并不怎么枪 说实话 布隆需要那种 就是空到能一套秒的 但是VN前期并没有这样 你看布隆加 加奥巴马 布隆加男枪都可以 布隆加飞机也可以 我感觉 对吧 就是布隆 他的一个Q 或者平A 能控到 你最好你伤害够一点 所以我感觉 他配VN并不强 我们下路是情女加男枪 相反的 情女加男枪 情女有爆发 这个情女能回血 能加状态 然后男枪爆发是绝对够的 新版本 这个男枪是一秒可以秒人的 就是说如果 打中单的 打上单的都有男枪 现在 现在ADC很强势 看下来 下路能不能搞 搞一波什么事情 我这边不停在PIN 然后男枪交了一个W 这边 布隆开起房 我一个Q 一个惩戒 好 收掉人头 这边交一个虚落 我是对他没什么想法 因为我这个Q 还有10秒才能刷新 我不可能再去 再去 进塔搞什么的 那不可能 现在去收下 自己的石头人 好 现在 看一下 能不能放下中路吧 现在就是说上路 和下路 现在都都已经说是帮了 有优势了 看一下给他PIN一下 能不能 嗯 帮下这个 凤凰 这里难道再往后走 我估计这里是有眼的吧 但我一来 他又想搞这个凤凰Q到一个E 伤害感觉并不是那么痛啊 先收拨F4 收拨F4 坚持先到六级 还是挺关键的 说实话 开大招 砍人那种感觉 我告诉你兄弟们 就就像那种路管的 最快射了那种感觉 告诉你 大招砍人是最爽的 我感觉 看这个Q没有Q到 然后我一个惩戒 一个Q 开E技能再砍 他叫大招 这个估计是跑掉了 哇 上路 马大哥现在越塔 拿了个双杀 不知道怎么打的 现在变成蛋了 他变成 他被小兵打出蛋了 我要保护一下他 要不然要出事 还有就是 有观众朋友们说 我这个就是 教程不像教程 然后搞笑又不搞笑 我尽量多给大家说一些 这个小技巧吧 就是 如果说你是玩 我建议大家玩健胜 还是打野 因为打野这个 说实话野区的经济 现在是一点都不缺的 野区的经济 你随便干客 都能拿到几个人头 对吧 当然你如果前期 干客两次都失败了 就没头刷野就行了 如果你成功了 你装备会起的非常快 就是说实话 健胜在线上能力 我感觉是并不怎么强 如果你打中单还可以 打上单也可以 我建议大家还是打野 然后打中单 喜欢玩健胜的 就是你如果在线上 你尽量多用这个被动 然后去Q他 就是你砍三下之后 你被动就有了 第四下是一个双重打击 然后你Q过去 然后开着一技能连砍两刀 那个是就前期 前三级吧 你是任何中路的AP 都或者说是刺客 都打不过你了 什么压锁 什么结 什么像现在常见的 什么三只手 什么 就中路这些AP 都是你根本都不虚的 看一下我现在有大招 有虚弱 有惩戒 看他们来下路 搞点事 这边我现在不敢走那个草 我怕那个草里面游野 像他们把兵线压过去 上路马大哥已经暴走了 前期帮了他两次 果然有效果 就是主要还是多帮下路 这边扫了一下眼 发现没有眼 然后就放心走过来就行了 这边草里等 就是你干搞 中路被单杀了 但是影响并不大 好 现在南枪这边 直接上来就搞开大招 然后这边太了 这个布隆也是有点天真 他以为自己死不掉 刚才是其实南枪的爆发是超级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瞬间那个老V那血就没了 就是南枪一个大招 老V那血就到底了 我一个Q就随便说到 我这边大招都在的 然后我回家写 队友看来是要拿这个小龙吗 应该是要拿小龙 应该是要拿小龙 这边胃也在那里 差了个眼 应该没什么想法吧 他赶过来吗 他们太龙 刚才也应该是杀了 我们凤凰要回家了 我们现在打这个龙 他不敢过来就行 他不过来就行 他不过来就行 我们只是为了拿龙 好 这个龙应该是拿掉了 他没有敢过来 然后这边刀锋过来 发现我们拿走 现在抓紧给队友说 要走要走 达不了这个 我状态太差了 说实话我状态有点差 然后对面下路也来了 但是我们都回了 我们都已经回了 这把对面是一个纯AD的阵容 我们就选择这个不假鞋吧 选择不假鞋 就是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这个真眼看到 胃也要过来反我的野了 他现在十分钟才过来反我的野 我已经六级 然后我这边虚弱也有 惩戒也马上好了 选择不假鞋 就是可以挡10%的普通攻击的伤害 还是挺高的 这边也查个眼 不知道胃还在不在 先打这个红试一下 我胃还在这里 看他想做什么 我现在是就是打野怪的时候 尽量别开翼 你在跟人拼的时候再开翼 他在打我这个石头人 然后我这边开大 交惩戒 他给我交大招 然后我一个虚弱挂上 平坎一个Q 这边他交闪现 他应该是跑不掉的 对吧 就这么简单 就是说对面来反野 不要慌 你有虚弱 随便给他搞 虚弱直接要他命 真的 大家都是打野 你不用怕他们 你不用怕他的 真的 大家都是打野 装什么装 对不对 就是说 他现在打不过你 都可以去反他家的野了 真的 从心理上面 他是怕你的 说实话 告诉你 从心理上 他是怕你的 真的 现在上路 买大哥 基本上是不用帮了 就帮了他那几次 他现在已经有点无敌了 所以就是 现在主要 多帮凤凰 搞一下 多帮凤凰就行了 现在给凤凰拼一下 让他拿这个篮 这个篮buff 其实如果说 你感觉中路实在是 帮不动 你还是说自己拿比较好 但是说 凤凰这种 是太吃发育的了 所以你还是要给他 这边 我跟马大哥 马大哥现在也来到 他们这里打个F4 看能不能帮下凤凰 搞一下这个难刀 估计 现在马大哥是有大的 让马大哥抗塔 应该就行了 凤凰这边 一个冰箱挡住 然后就要击 他开大招 隐身 他在塔底还在等吗 这个塔现在 我在抗塔 然后一个Q 换成马大哥在抗塔 马大哥有大招 我就不用管他了 我这个血 估计塔打我两下 我就死了 所以我还是果断的 卖掉了这个 我马大哥 我一个Q 我想Q一下 那个对面的那个位的 但是没Q到 因为Q可以够四个 我们觉得刚才是三个兵 这个就是说 也是可以 你在线上可以注意的 这个 他现在有想法 没有想法 就回家了 回家直接布甲鞋 然后先出破败吧 我个人还是先出破败好一点 就打野精神 先出破败好一点 因为你那个吞噬者 到了30层 配合破败 假设意 简直就是伤害 伤害爆炸 真的 简直就是伤害爆炸 所以呢 嗯 就是有大招 大家就去搞事 就去帮帮帮 帮帮 帮帮友干客 然后没没有大招呢 大家就 刷刷野 收收线什么的 都是挺好的 看一下这边布龙 直接开大稿 男刀开着幽梦过来的 情侣一个大 晕住了这个对面的辅助 然后我交 我交 应该是情侣交的虚落 然后这边他隐身了 然后我一个Q 杀掉了 拿到三杀 刚才肯定你要先砍 VN的 就是布龙残血 你也不用管他 就是 就是只杀对面C位 能杀到就杀到 实在杀不到 你说如果说 刚才VN闪现 隐身跑了 那你就杀 杀那个布龙吧 能杀到就杀 杀不到也别 也别 也别太强求 现在我可以去反他的野了 哇 这个他现在Q到我 然后给我破甲 然后我这边开E再砍 然后一个大招 我交一个W一发平A 这个就是剑胜的终极奥秘 W 重置普攻 这个 这个 这个还可以吧 就是大你W 然后马上松开 可以重置普攻 其实就是就是现在来说 这个位置现在还是比较 比我要强一点 哎 为什么买不了装备 好买了买了 就是还是他 他爆发还是要比我高一点 如果说我刚才 我没有W重置普攻的话 说不定 刚才死的就是我 所以高手对决 就只在 就只在一瞬之间 真的 现在好 他家这个蓝好像是刷了 看去拿下他们家的蓝 这把凤凰 哇 马大哥已经在上路 已经带成这样了 踩个加速 去拿蓝 好 他这个蓝果然是有好 发现他在打 这边先惩戒一下蓝 他直接Q走了 他不敢跟我打了 那也无所谓 反正我就是来拿蓝的 这边给队友拼一下 说我来了 好像对面是有眼的 这个座位 这边看见刀锋也过来了 在这边 在这边阴一下就行了 因为刀锋过来 肯定他想要搞事 现在我就在这里等 等那个布隆过来 现在在 在这等就行了 布隆肯定会过来 刚才因为那个眼 已经看到了 好 现在南枪上去卖 然后VN开大 布隆一个大招直接搞 然后这边 琴女非常漂亮 一个大到三个 然后先杀那个 呃 VN 然后又把这个 谁给杀掉了 泰龙也杀掉了 琴女这个大非常漂亮 大到个三个 要不然 我我感觉杀的 不会这么顺利 感觉这个 布隆有点惨 来两次 被我反尊两次 都杀掉了 他家有这个狼魂 估计三郎是没了 现在看能不能拿小龙 就要这个凤凰过来拿小龙 给他拼一下 好他过来了 其实我这个装备 估计我自己也能打 但是比较伤 就是拿完小龙的话 现在可以看到我17分钟 16分钟就已经 拿完这个就是29层了嘛 还是比较快的 所以就是这个小龙 还有上上面有一个 那个峡谷先锋 其实那个也很好 其实我现在主要就是在帮下路 没时间去管上路 就是满大哥现在已经无敌了 回家直接破败 我现在也是16分钟 有一个11-0的数据 也是很华丽 没办法 剑胜上分就是这么简单 真的 根本不需要什么技巧 你说剑胜 你需要什么技巧 用好Q就行了 残血 欢迎W 就这么简单吧 大招 你开着追人 对吧 这个什么 不会的 好看一下这个 眼又看到了这个布龙 这个刀锋太龙啊 刀锋 他可能又要来下路搞戏 然后这边我给他 发一个信号 让这个让下路小心一点 然后我还 我现在还擦一层 我就30了 现在我给队友拼一下 说我也在 我也在 哎 刀锋他人呢 果然来了 你看 大家看到 这个刀锋来了 我往下面躲一躲 然后好 下路一个 下路这个男枪和情侣 是比较会演啊 然后这边给刀锋 就直接叫一个虚落 我开大一个惩戒 然后直接Q过去 他对面给我一个惩戒 虚落 但是没什么用 再砍这个 VN啊 直接就拿到一个三杀 就是太龙来几次 我就给他 干倒几次 所以这个 大家还是多放点核道眼 还是挺关键的 说实话 这个估计直接就打了 对面就已经不想打了 回家直接出步甲 然后一个家园卫士 还是要出肉啊 这个 你可以选择板甲 也可以选择这个 这个叫什么 守望着铠甲 懒盾 可以选择这个 都可以 因为你要Q过去 近战嘛 Q到人群里面 或者 QEDC 一个 一个那个 群体减速 那是什么感觉的 估计现在对面就已经是让推了 后面也是没什么 可以看到了 我给大家快进一下吧 大家等一下 基本上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是一个催酷拉朽的 这么一个战斗状态了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直接就是浪一浪 然后一波就给推了 这把是对面投降了 其实剑胜你可以选择 前期干可到人 你就会 这把节奏 你就主宰 你就能掌控这个比赛 然后你如果说前期杀不到人 就打后期 你也是一点不虚的 团战基本无敌 这个英雄 那个好的 就是说 这把是给大家带来的一场 是中单的健身 因为前期我没录 但好在我前期也没拿什么人头 就是一个对线 对线对面的三只手 然后打三只手 就是刷吧 你前期如果说 你能杀掉他就杀掉 杀不掉就是刷 然后我们上单是 吸血鬼打那个诺格萨斯 就说说 吸血鬼打诺格萨斯 是我感觉 基本上是不会被杀的吧 就是吸血鬼啊 吸血鬼其实上单挺万年有的 他就是不管打近战 打远程都是可以 都是很好打的吸血鬼 然后就是我们打野是皇子 对面打野是一个奴奴 奴奴其实前期 就是主要是青野块 然后他视野应该做的挺多的 就是战口起来 并没有皇子这么厉害吧 下路我们是奶妈和一类 对面南枪加那个老牛 南枪加一类的 那不是 一类加奶妈的话 就是基本上 线上不会出什么大事 可以跟对面号 然后就是把对面击杀 先看一下这边 这个皇子过来 搞这个诺格萨斯 吸血鬼交了一个大 交了一个E 对这边奶妈给了一口加血 感觉还是把这个皇子换掉了 诺格萨斯现在还是 就非常的强 就感觉这个 我现在再给队友聘 走这边 然后发现努努来这边 来这边反野 他做了一个事业 我开大直接搞这个三只手 然后努努也开大 我闪现下去 一发平一个点 然后再进眼 然后下来 上来搞这个努努 他应该是把血鬼杀掉了 然后我大招 时间也快到了 我估计追不上了 追不上了 他自己线上有W 然后回头给我一个E的话 我根本追都不要追了 直接走了 我对他也没什么想法 说实话 没大招 你追努努是不现实的 有大招 随便追的 我感觉 接下来线上这个青线 哇努努还跟来搞我 大兄弟啊 我刚才不追你 你就这么对我吗 他现在应该是想要这波线 我Q一下 然后收个F4什么的 也就回家了 我现在 这把我感觉主要激情 就是说如果想赢了 还是要搞下路 因为下路是四个人 好像对这边血血鬼TP了 因为下路是四个人啊 就是一场比赛 一共十个人 对面下路就占了将近一半 就是说一共四个人在下路 所以还是要去搞下路 现在我现在有大了 我看能不能找个机会 杀一下这个吸血鬼 不是 三只手 维克托 Q一下 好 这个就是一个小的技巧 就是你 如果后排兵有三个啊 你直接Q过去 就会 就会Q到 又Q到他 如果他离那个兵界 就会Q到他 现在这边 要杀这个诺格托斯吗 黄子在这边蹲一下 我也是 感觉慌慌的 这两个人长得人高马大的 尤其是这个 这个还有会放那个动感光波的 这个三只手 感觉就像奥特曼 哇 这个塔刀 还好就漏了两个 我这个人是有脾气的 我想真的想 想去搞他一波 好 现在下路 奶妈又把这个男枪给杀了 二为二下路 其实不会吃太大 太大亏 只要他们别把奶妈秒了 下路估计还是随便打的 大家看好注意啊 我现在一个Q 就Q他两下 我现在 就是用Q 在线上 就是用Q去 耗他血 然后这边 队友想过来拿龙 那就拿龙吧 对面因为是男枪死了 下路死了一个人 然后就过来拿下这个龙 哇 这老牛开大 直接过来告 是什么意思啊 好 对面打野和中单野来了 我看一下这波怎么说 我现在在顶着 围个头打招 想你W吧 不过 这个小龙 小龙在回血了 好好好 奶思 现在老牛是被 是被我们下路给杀了 但是现在还要打这个龙吗 别打了吧 我还是果断的NB了 不过这边 对面也是一直在追 这边等于是一个 打野换辅助 感觉 并不赚 其实如果刚才不打龙 直接走 我们也 说不上去亏吧 因为牛头已经先死了 皇子还要去动这个龙 想太多了 我这边等下钱 出这个 破败 一分钱难倒英雄 算了 他妈不出了 再去杀人吧 感觉等不及了 他让我拿篮 然后我这边 我走的有点慢 我看 我塔下有这么一大波兵 让他让我去拿篮 我这波兵怎么办 大兄弟啊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 收兵 好像这个篮 他就不给我了 不给我也无所谓其实 我现在就对这个皇子心存芥蒂了 当我再一转身的时候 发现蓝没了 真的 其实说是剑胜 又蓝 也就无非是 多清两波线 或者说是多杀几个人 不是 就是跟拼起来的时候 多能多杀几个 现在皇子一个Q老牛顶起来 被EZ收掉了 我现在在疯狂的拼这个 我现在绕 哇 也去发现野生奴奴 一直焦点燃 焦那个小破败 然后一个Q技能 这边我一个T小兵 但是并不影响 我现在马上又有Q了 一个Q躲掉 男人向大招 然后这边 维克透过来支援 奶妈一口夹血 皇子一个大招 把筐里面 然后我直接收掉人头 瞬间爆炸 完成三杀 就是杀人哄喷中 脱身白刃里 万花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剑胜就是这么随意 我现在也感觉自己很牛逼 来给我兄弟 所以就是教大家如何装逼啊 现在出这个 我应该是要出幽梦了 就是做完这个破败之后 中单剑胜 其实说我感觉 有公诉的 你也可以出那个 暴击穿透流的 你可以选择出幽梦 小幽梦完了 直接就搞那个称语 如果钱够 你换无尽也可以 这个都很不错的 看你自己怎么选 我现在也在跟他说装逼 就是你拿了是杀爷 我拿了是杀人 上没伞来一波 我现在还是想去搞下路 说实话 上路一直 我是没怎么关注的 吸血鬼打诺手 嗯 吸血鬼那个 诺手是没有位移技能的 我去杀其实也很好杀 但是 我看一下这 这边能不能尽可能的去搞下路 因为下路是两个 就是感觉 你杀完一个 还可以再杀一个 能不能刚拿完 刚请完爷走吗 还是怎么回事 路过 路过路过 我看能不能在下路搞点事 好像并搞不了事 他们南枪 南枪在这里 在杀这个奶妈 然后牛哥也在这边 南枪交Q 奶妈加速跑了 我这边先不着急用Q 直接开大 牛头 用Q抖掉牛头的Q 然后这边牛头开大招 我这个真实伤害 我还有破败没有 一口破败 一个平A再见 就是我现在就是 跟对面拼的时候 先不用着急交Q 他如果交易交闪了 你用交口可以追得上 就是你用Q 躲一些关键性的技能 就比如说 老牛的Q技能 他击飞 你就可以躲掉 就现在下路 他们对面下路是完全炸穿 我一个Q现在能扣到200DC 你要就是你这个也可以看下自己 就是伤害 用QQ冰 然后能蹭到他 就转了 然后上路也是 黄走和蟹鬼 给他杀掉了 也是挺不错的 所以这把基本上就是 你利用你健身这个 嗯 机动性 不是 或者说是刺客这个 这个你就多游走 对吧 帮队友建立优势 主要是下路 主要是下路 这边回家 估计我可以出那个残暴了 残暴 然后再来个暴击 这是一个电信几区的 白晶二白晶三的一个局 我忘记了 具体是哪个区的 这是一个水友给我的 就大家记得 加下我这个水友群 就是不定时的会发一些什么 皮肤QB之类的奖励 还有关注下我新浪微博 谢谢大家了 就是屏幕上方的这个 这边队友在打 然后我选择了去杀戮代线 我估计他们 血鬼是要死了 这边下路也没什么人 我看 我以为南枪在这里 但是并没有找到南枪 不知道南枪人去哪了 南枪人呢 好没有 没有就收线吧 现在队友没我 还是打不过 因为现在12个人 我拿了一半 我是这个经济比较多的 就是 然后团战也基本上是靠我 收割的那种 剑胜打团就是 你如果说你出打野半肉的话 你可以选择先开团 照着对面C位一顿砍 然后如果说你中单 你玩中单这种刺客 就是很脆的这种 你就千万不要 选择去开团了 等收割 因为你是一个中单 看下这边 我开大被老牛顶起来 然后又一个鸡飞 我现在只能Q这个牛了 再不Q 我自己就追不上了 然后好的 老牛开大招不管他 然后直接去杀这个南枪 南枪就要闪现 我一个闪现再见 估计这里我是走不掉了 这里真的是走不掉了 哇 维克托弄得一个减速 这强行 你达不了续命 发现没有 肩上一达不了 其实很肉的 我一个Q机呢 然后老牛给我击飞 老牛如果我没这个击飞 我说不定就走掉了 真的 我说不定就走掉了 但是并没有走掉 也不亏 就是给对面老南枪心理 就是造行了强大的压力 就是说 不管你有多少人 不管你是在塔下 还是在塔外 不管有多少人保你 我都是能杀得掉你的 就那样 那样 你说有没有那种情况 哎呀 我操这个先生又追着 我砍布我杀了 我好烦 是不是就那样的 他心理防线 可能就现在已经是崩溃的那种 然后这边没有拉到 他要杀奶妈 我估计能杀掉 但是哇 诺格萨斯这一口回血 要老命了 不过奶妈给套一个虚落 这个皇子把他圈里面 还是挺好的 我这边 我还在家里面 我建议他们先不要打 先不要打 然后这边血鬼剃了 血鬼剃了 估计就能打了 然后 哇 血鬼一口吸血 就直接被EDQ死了 然后ED这边有兵权 一个减速 然后我这边已经到了 让队友拿龙我去杀人吧 我这个人就是 还是比较喜欢杀人的 拿龙这个事 我是不想干 老牛闪现过来 他在干嘛 这头牛 然后这边发现一个 落单的维克托 他教这个 他这个眩晕 但是波尔许晕道也没什么用 这你还是要死的 大兄弟 你闪现 你就不死了嘛 我还有Q的 就是这么随意啊 Q技能一定要 保证 追人 或者逃脱用 躲一些关键性的技能 就刚才说的 死哥的大拉克斯的Q 猫娜的Q 什么 小法的E 都是可以躲得掉的 我现在有点膨胀了 大兄弟 就是 皇子也是让我自己拿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 不要膨胀 不要膨胀 杀在多人也别膨胀 说不定 这就会引起一场 游戏的腥风 腥风血雨 真的 现在我又发现 下落这个老男枪了 看我能不能杀掉他 但是牛退的 往这边走 努努也在 我看我要不要去杀他 我在做紧张的 这个思想斗争 先看一下有没有人吧 努努在这里 下落这一共是三个人 我还是有点虚的 说实话 别别别 不去了 安稳收播线吧 大兄弟 活着挺好的 真的 别浪 就优势的时候 能不浪就别浪 再收一波 对面也是拿我 无可奈何 现在南枪来了 估计他们是有人的 要不然南枪不敢自己 直接过来 老牛果然在后面 我现在 看他能带多深 如果他一直往前带的话 我直接开大一个U梦 就上去了 他不带了 他不带 那我带吧 那我继续带吧 然后中路也是 EZ他们三个人 杀掉了这个 上单 好 老牛和南枪又回来了 他们看到我在这里带 他们又回来了 我现在看到这个 南枪也是直接 就想开大稿啊 他现在以为我没看见老牛 我直接开大 然后一个Q 得到老牛的Q 老牛一个W 这个并不影响 但是我还是死了 我最后这个Q 没Q出来吧 Q出来 Q出来 其实说实话 我也还是死 我血量太低了 这波跟对面换 就是 就是为了装逼杀人爽 其实并不好 现在以为我选择 是做轻语 还是做无尽 我这把选择了 做无尽吧 既然打中单 伤害就要最大化 其实你如果对面 护甲很高 你就可以选择做轻语 轻语是一个 比较合适的装备 而且现在S6的轻语 价格也并不贵 上路 上路他们破到高地了 我这边买个家园卫石 直接跑过去就行了 这边老牛刚好 顶起来两个 诺克萨斯 在这边被EZ 撵住了 奶妈回血 哇 诺克萨斯这个血回的 给EZ套了一个虚落 然后这边 奶妈进步 进步到诺克萨斯了 但是EZ是不想走了吗 EZ估计是难逃 意思了 被诺克萨斯直接 一个Q死 看一下我这边 我给奶妈 要不要搞一波 我们两个 二打四吗 我开大 奶妈也给我一个加速 我Q到诺克萨斯 然后发现忍了点多 奶妈的牛头不过顶走 看一下砍这个 老男枪上了 不砍了 不敢砍 不敢砍 人太多 我这边在这里跳 奶妈在疯狂的 用Q回血 哇 诺克萨斯也在我面前跳 我这个人 什么都能忍 就是忍不了 别人 别人在我面前跳 真的 男枪还在草里面 他要抱 他要抱一剑之丑了吗 现在 黄子来了 然后一个EQ 挑起来老牛 被老牛眩晕到了 然后 这边黄子 开大招 一个碗扣到两个 我现在不敢打 大兄弟 有点多 这个他直接走 是最好的 我要上 我也死 哇 看能不能单杀掉 估计杀不掉吧 我这边发现了一个 落单的奴奴 直接幽梦 就是搞 一个Q 躲他的大招的伤害 就是这么随意 一个破败 加点移速 给他减速 然后暴死了 直接砍死了 就是 你像 就是刚才 用Q 躲他的大招 很好躲 很easy 对吧 放好这个Q 你剑胜 就玩得很无敌 就这么随意吧 还就是大家 在 那个 优酷 还是 腾讯 还是在多玩也好 贴吧 看到的 就都帮我 顶顶帖子什么的 谢谢大家了 就是 每一个关注 对我来说 都挺重要的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奶妈在这里 疯狂的在这里诱惑 然后我在这边 也是 其实说实话 我不敢打 因为老牛 诺克萨斯 都是硬控嘛 老牛这个眩晕 对我挺挺要命的 但是 我这个人 什么都能忍 我这不忍不忍 忍了忍了 这能忍 屎都能吃 我操 邪鬼有TP吗 他怎么一直在带线 我们这边随时可以 就是发动一场 大规模的 入侵战争 直接结束这场游戏 等邪鬼过来 邪鬼现在 还没有打招 然后偷他一个红buff 因为这个红buff 要打起来嘛 被奴奴惩戒到了 然后 皇子一个大 但是并没有 扣到人啊 我这边 直接开大砍 先砍这个诺克萨斯 老牛把我顶走 然后诺克萨斯 估计是死了吧 交了一个点燃 好 来死 诺克萨斯死了 然后 现在只能 见谁砍谁 砍老牛 然后刷新一下Q 这边Q到南枪 然后又Q 又Q死这个 维克托 老牛被EA收掉 我拿到双杀 这边还有一个 残血的努努 我这边一个Q过去 然后一砍 两砍 三刀 四刀 再剑 一类枪抢 但是并没有抢过我 然后转身 我还有一个Q 就是这么随意 坚持这个Q 打团就是 无限刷新Q技能的 这么一个 一个过程 看一下是拿小龙吗 我这边发现一只 小的这个 红buff 回家 然后 可以做无尽 这边他们应该是 可以把这个拆掉的 我拆不掉了 大兄弟 好吧 回家做无尽 然后直扑 直直奔对面 下路就就跑 说一下 我玩件事 就比较喜欢配合的 辅助的话 肯定喜欢莫甘娜 大天使也可以 其实 中单 我喜欢卡特琳娜 卡特琳娜 不管是我还是卡特琳娜 我们 我们两个都能随便收割 我死了 卡特琳娜收割 卡琳娜死了 我收割 但是我 哇老牛在这里干嘛 一直在顶我 弄个萨斯过来 我直接开大 就是搞 流氓破败 直接袭 然后这边又有Q 然后这边个 努努开大 然后被这个皇子 一扣击飞 然后拿到三杀 南枪过来 基本上就是送的 南枪过来 基本上就是送的 我这个装备 我不说南枪是送的 对面 就是现在有一个 五神装的萌多 我估计 我也随便看 五神装的 那不可能 三个神装的萌多 这么说 可以吧 就是日盈 蓝盾 队分 这个我都是随便看的 我配合过一个最爽的 就是 那个叫掘墓者 我就直接开大上去搞 什么都不用管 然后我死了之后 我依然可以控制 我的剑上继续看 就等于是两条命 你知道吧 我就配合过一次 很少有 有玩掘墓的 因为这个英雄太冷门了 我现在有大 有 马上有大招嘛 已经有这个优梦 看能不能搞死 这个老南枪 我这边在绕 好的 南枪现在 他已经是移动的 三百块了 我直接开优梦 然后开大 这边他交易 我就知道他交易 然后我在这边等 然后老牛不敢过来 我闪现过去 一个Q一发平A 直接再见 我现在马上又有Q了 这个老牛 什么仇什么怨 然后这边鸡飞 眩晕 然后这个努努 给了我一个 减移速减攻速 我发现马上不对 就是要出事 然后这个切了我开W 他对我并没有什么障碍 毕竟他是一个肉的努努 然后这边我发现 我可能就要命丧皇权了 但是现在我还有破败的 我是微微一笑 一脸不慌 然后皇子闪现过来救我 我直接给他打了个问号 他一口空了 真的 但是奶妈这口加血 挺挺关键的 我现在是 有Q 但是我不敢随便打 这边诺克萨斯过来了 我直接回头反打 这个诺克萨斯 直接开悠梦 就是搞 我现在还是有破败的人 这边吸血鬼过来 也没什么想法了 也是基本上没什么想法 现在马上有大招了 估计兄弟们 接下来你们能够看到的 就是我 这是一场屠杀 你现在如果说有心脏病什么 就是看小孩了 大家就看好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开大招 一个 并没有什么一个 就直接被这个维克托给单杀了 我 我 我牛逼 我牛逼了 牛逼了一辈子 最后被他给单杀了 好 现在下面可以出这个清语了 这个是 一个挺痛的 冷 冷 领悟的 哇 这个吸血鬼是真的肉 顶了三个人 搞了这么久 到后面 后面基本上没什么精彩镜头了 这个 基本上这个装备的健身 一出杀 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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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已 一出惊人 真的 这边是直接投降了 OK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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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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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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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